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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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前天呢 讲到冷清港 其实冷清港在点点今天事里面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在霍金先生去世 在有一次我介绍的特斯拉 上个月的今天 10月27号 28号 介绍了冷清港的主任 冷清港基因实验室的主任 那位老先生的车货 讲到了基因 讲到了冷清港 前天 因为中国有一位科学家 做出了一个基因的编辑 因来的改造 所以呢 又谈到了冷清港 今天 又要谈到冷清港 冷清港是谈不完的 因为 冷清港的故事很多 冷清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半个楼 跟世界的关系是连结在一起的 今天 为什么又要谈到冷清港呢 就是因为 因为 我看了中国的科学家 贺建奎先生的相关的报道 那个报道 主要是讲他昨天在香港的一个基因的讨论会上 回答大家的提问 从那个提问里面 很多人看到了他的诚恳 看到了他的坦率 但是 他也介绍了很多的情况 因为基因的研究 涉及到层面就是 宗教的问题 法律的问题 能力的问题 医学道德等等 领域很多 很多的领域 我并不清楚 所以 不能很细致地进行评论 而且 这也涉及到中国的法律问题 那么 我只想讲一个什么事呢 我只想讲一个比较笼统的 我之前讲过 在中美贸易战争的时候 我就讲到 在中美这一场贸易战 不是一个简单的经贸的关系问题 关系问题 而是涉及到一个长期的竞争问题 既有可能制作性的竞争 价值的某一些竞争 当然 更重要的是一种实力的竞争 而在这种实力竞争中间 在某一些领域里面 某一些领域里面 不要看清了中国的竞争力 中国的科技方面的某一些竞争力是很强的 而且 这种很强 并不完全受制于制度 甚至也不完全受制于科研条件 因为 中国有国家的力量 可以支持某一些重点的科研发展 还有一个语言就是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意识的国家 虽然他姓服教 但是 从主体来讲 从文化价值来讲 他没有真正的宗教底线 宗教意识 另外就是 他没有道德底线 这个整个的政权 都是建立在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之上 你要民众有比政府更好的道德意识 也不能说 完全没有 但是呢 很难去苛求民众 所以 他整体的社会反应是一个 也没有什么道德底线的 或者是没有太多道德共识的这么一个国家 也没有法律 中国的这个法律不是说 它是大陆法协和英美法协 判裂法与条文法的一个差别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就是 中国的恶法从立法开始 就是恶法 中国的立法是完全的利益集团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所建立的这个法律 不要说 宪法 刑法 一般的民法 你就是这些专业法律 比如说交通法 那就是交通不制定的 对不对 如果是水利法 那就是水利不制定的 就是行政主管部门来操纵这个法律的制定 那你执法就更是的 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 党的控制之下 所以中国的东西 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不是治以法律治的国家 不是有现代法律 法治精神的国家 它是制度的治 所以中国是说法治就是用法治人 而不是表达一种社会公平的底线 用法律来体现 没有 那中国还有在很多领域里面是没有科学能力 没有医学能力 这种东西是非常的普遍 那么呢 所以我说在中美这一场竞争中间 在有一些领域 就是不要简单地说 这个制度不行 它一定不会有科技发展 对不对 但是它偷的能力很强啊 模仿的能力很强啊 没有道德底线 没有法律底线 没有科学能力 在最后面发展的能力很强 我这个话没有讲多久啊 一个月 两个月 当然我也讲过多次了 对吧 我就说不要低估了中国的这个能力 所以 但是 而且中国的人 或者是中国的一批科学家 和中国的官员一样的 他们是非常的具有 精致思考的人 对这个功力的算计 它是非常的精致 例如像我刚才讲的 贺坚夷先生 贺坚夷教授 他现在的讲话 你好像觉得 他这个人还是坦诚坦率 对不对 但是 我为什么讲得冷清口 就是在三个月以前 这个贺坚夷到了纽约的冷清港基因实验 或者叫实验中心 对吧 人家没有很大的牌子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贺坚夷恰恰恰在这个会上做了这个讲话 这个讲话 参加了很多 除了冷清港的一些科学家 还有一些在冷清港做访问研究的人 也包括美国一些其他机构和大学的 比如说伯克利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 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 也是美国到现在为止 还能保持了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的大学 美国最大的大学 已经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了 这个大学有一个教授 负责基因研究的 也参加了这个会 在这个会上 贺坚夷发表了讲话 这个讲话 和昨天前天 今天 中国媒体对贺坚夷的基因的编辑改造 是完全不同 山川普完全不同 他面对了这么多的 世界上最典型的基因科学家 他做的是非常谨慎的发明 就介绍了一般性的 他做的工作 尤其是那些工作 在美国科学家看起来 那都没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基础性的工作 这些基础的工作 听到大家觉得 哇 中国的这个研究 真没有什么进展 对吧 虽然在一两年以前 就传出来 广州的中山大学 广州的中山大学 好像已经没记错了吧 我们希望没有冤枉 中山大学 就是广州的一个大学 就是做了一个 类似于基因方面的一个研究 一个报告还是一个试验 当时候 就已经引起一些担心和疑惑 对吧 但是呢 后来好像也没有下文 当时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吧 那么这个贺建奎 他恰恰在冷清港这个会上 掩盖了 掩盖了 当时候 他已经把 改造的基因 治愈到了一个女人的身体 当时候说不定都已经诞生了阴癌了 我不知道具体的这个实践 大家对一对 这样一个 被人民日报 对吧 发出喜信的 中国人民 又一次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在科技领事院方面的这样一个项目 贺建奎教授 在冷清港这个会议上 并没有讲出来 如果 他在过去几个小时 在香港讲的那一番话 是我们 觉得 他在过去几个小时 也许他是某些无知 也许是他怎么怎么样 那么他为什么 在三个月以前 在面对美国科学家的时候 基因科学家的时候 他恰恰隐瞒了 他这样一个 他认为 是挽救了 别人的生命 改造了一个家庭 帮助了那个家庭 完成了一个幸福的期待 这样一个人道的 伟大的 而且是帮助了二次病家庭的 这样一个善良之举 他为什么 在冷清港的时候 就引而不乏呢 不是引而不乏 根本就没讲了 而这一次他在香港又讲 他没有 他没有 这个消息怎么洩漏出去了 对吧 他还是想继续保命 我觉得啊 追究贺建奎教授的责任 当然 在道德上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批评了 网上已经这样的批评了 但他昨天的演讲 还是得到了很热烈的掌声 这个掌声 意味着什么呢 听说在中国的一些 一些这个 学术性的网站 给予贺建奎支持的人不少 不少 这就是 我想问的问题 也是很多网友可能已经产生的疑问 贺建奎这样的教授 在中国有多少 贺建奎类似这样的研究 不一定是基因研究 可能还有其他的研究 多少是正在进行中军 是隐藏在中国 我们并不知道 也许这些科学研究 未来 对世界就会产生 非常大的影响 而这一点 我以苏联为例 苏联 当年 在科学技术方面 一度是领先 美国很多 所以美国人造成了心理伤害 心理打击 心理影响 也是后来促进 美国的航天技术发展 和其他领袖方面的发展 是苏联跟他敲了一个警钟 有极大的关系 苏联的进化 有极大的关系 美国人抬头一看 哇 是苏联的卫星 瞎发了 认为自己的所有动作 都被苏联坚持之下 你看看美国好莱坞的那些电影 各种文学作品 包括航天科学家的一些回忆 你都会看到这种 巨大的影响 而这种 苏联的巨大的科技能力 到现在为止 也是居从俄罗斯这样一个经济当量比较小的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很有力量 很重要的基础 现在有很多朋友 一看到中国的股市 你看跌得那么惨 一看到中小企业 很多地方倒闭 房地产 有价无市 或者说 很多地方都出现经济消灾的情况 得出了经济崩溃的结论 有的人还得出了中共垮台 崩溃 倒数计时等等等等 这些看法当然是 从他们的一些角度上面的一些分析 这些分析 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 它确实有可能会随时产生 但是呢 我只是通过我的感觉 我对一些粗浅的 对过去几十年中间 对美国的 它的国家的情况 它的法治 它的科学进步 它的英气 它的行政 它的选举 它的外交 了解了一点皮毛 也对所有的情况 冷战的情况 了解了一点皮毛 那么通过这些皮毛 我是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不要太侵蚀中共的力量 当然 这些话 有很多网友不愿意听 但是 我今天做这个节目 最一次 提醒大家 也是跟以前一样 凡是中共好消息 或者是对中共认为 它可能会继续支撑下去 甚至在某些领域 可能会超过美国的消息 我都要说一句 我希望我是错的 谢谢大家 在美国啊 有很多的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啊 不仅是打球那么的 那么的简单 那么的最有冲突性 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面 彼此都有一些嫉妒式的竞争关系 比如说在加州 这个最著名的 嫉妒式的竞争关系 就是最具有自由化主义的 自由化色彩的 这个波克里大学 或者叫加州大学波克里分校 和实战福大学的竞争关系 加州还有另外一个学校 它有一个假想敌 就是 或者是竞争关系吧 或者是竞争关系吧 就是加州里根学院 其实加州里根学院是 实际上一个比较唯心的大学 它大概只有一千多名学生吧 很小的一个大学 前学生就是这个学校出来的 所以前学生 从学术来讲 智力来讲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学校的竞争的关系 能够跟它齐名的 其实知名度比它更高的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 或是对面的 建桥的 麻省里根学院 我也其实觉得很奇怪 中国的很多的学院 已经改了名字 改成了大学 麻省这个学院 还是个省的里根学院 哇 就是像河北的某个里根学院 要在中国可能早就改成 什么中国理工大学 或者是 但是这个学院 还是还保持了这个名字 但是 麻省里根学院 它的嫉妒性的对手 不仅仅只是加州里根学院 还有哈佛大学 不过对于叶尔大学的学生来讲 他认为他的嫉妒的竞争对手 是哈佛大学 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碰到 麻省里根学院的这个学生 肯定会没有 这个 讲哈佛大学好的 当然 反过来讲 哈佛大学的学生也是这样 这样一种嫉妒式的关系啊 好玩 点点今天事 走到哪里 点到哪里